你在台上从我这走到14号 许愿默默的一个人找我呢 因为你以前穿的 不是那个空姐的服装吗 这冷不定换了 你想找得很运气 你是有备而来啊 今天你就笨童彦琳来的 就是要灭她是吗 关键是她要的太多 我得承受不起她 要多少啊 50万吗 还要移动了 50万在家一栋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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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你说吧 你说啥就市场吧 他说要是你 他五十万也不要了 房子也不要了 三斤也不要 你觉得这事可能吗 天上吊铅饼 能不能砸死我吧 砸死我的话 这事真行 我就问你后悔吗 后悔了 你后悔我就放死了 你是真能不要吗 这些假的事都灭灯了 反正就是你要真碰着心仪的 是可以不残财里的 是这意思吗 好 来看一下其他的姑娘 选一下对谁的感觉最好 最有眼缘 没事 你往前走两步看看也行 没事 我在这看看 看看 看好了 看好了啊 没错啊 小伙儿啊 你的眼神暴露了你的心啊 关键是我的职业 把我的眼睛害了 因为我是电上工 就是汗的时候 就是会离那个湖光很近 才会伤眼睛 所以说就有时候 离得远的话 看的东西就是会磨合 那我明白了 实际上你刚才选一中人的时候 一直在瞟这边 并不一定代表着你选的 就是在这边 是不是 对对对 王哥赶快把你望出去撈了 我怕那边刚口灭到你 王哥撈得好 不客气 我看着他是老石子了 看哪个还告诉我就那头 好 好 来看一下他第一个 等片段解一下 我的职业是电上工 每个月6000到7000左右 我们家的成员比较多 有三个姐姐 两个哥哥加五 都说老 老儿子大孙的老太太命根子 但是在我这里面 没有感觉出这句话 懂不懂得好 都是一些骗人的话 十五六呢 我就出来打工了 花了六七年的外债 七万块钱吧 然后父母又得病了 花了十几万 现在呢 我感觉我好了很多 尤其是今年 我有了几万块钱的存款 加上我大姐欠我的几万多块钱 我二姐欠我的两万多块钱 再加上我大哥欠我呢 我觉得我今年很不错 相对来说的话 轻松了很多 我觉得自己挺偷的吧 平常的时候也不给自己买了一个什么 吃的喝的什么 基本上能在工地解决的 就在工地解决 人能吃的我都能吃 吃饱就行 我也不挑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工时是四百块钱 当时买了一个面包庆祝了一下 我过惯了苦日 大手大脚似的我过不了 最大的希望就是 今后能多多努力 多多挣钱 每个蜗牛 都有自己的壳 就连蚂蚁也有小小的我 长安街上迷空闪烁万家灯火 我只要你点亮一盏等等我 啊 茫茫无路的灯火 我们像个陀螺 勇气的通交车 总有梦想盛开着 爱情不是童话里美意 今年呢 我准备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然后努力挣钱 让我的媳妇吃的好住的好 过上幸福的生活 大家好 金光 首先说小伙能抓钱 我觉得你这点特别好 而且干电汗挺帅的 我爸就是电汗狗 然后我灭灯是因为那个 咱俩那个身高太瘦了 我喜欢那种又高又壮的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我想你想不想除了我以外 让亮灯的女孩 还有电视机前女孩都喜欢你 想啊 我教你个招听我的 行 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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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正 站直流的 你别老端个板 从哪里上台 你就是这样上了 我那个那好吧 可能是我这个职业的一个习惯吧 就是说有的地方会 就是弯腰 长时间的这种弯腰 养成的这么一种习惯 不是说这是打小就这样的 你从多大开始干电汗 十七十八吧 我刚才看那个短片 我真是挺惊讶的 现在三十岁已经还了二十多万的机会了 对 没办法啊 爸爸妈妈那时候已经是次数大了 他们也干不动什么了 因为拉下的机会也是 因为啥拉下 以前有病啊 或者是我哥哥 我两个哥哥结婚的时候 就是他们拉下 就是借的一些机会什么的 你俩哥哥结婚的时候 怎么拉下的机会呢 就是彩礼前嘛 然后他们就是拉下的机会 那个时候我爸说得好 说他不让跟亲家是这么说的 说不让那个他们背着机会 但是我爸有时候 不让谁背 不让这两个哥哥背 因为那个时候是 也是跟亲家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爸的脑血酸 今年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妈呢就是也在我多大的时候 我就不记得了 反正也就是也脑血酸 加上什么心肠病啊 就些老年病什么的 他们也没有能力还了 那没能力还怎么办 我得还呢 我姥姥和我姥爷 心体一直都不太好 所以说剩下 我们这几个家 也是不怎么好 老舅爷一直挺要强的 就是一直支撑着家里 付出了不少 那你可以让你这俩哥哥说 你看你们俩娶媳妇的彩礼钱 我当弟弟的能还多少还多少 你们俩也尽尽力 你可以说一说呀 也不是说不尽力 他们也领了一些 但是你毕竟我爸 把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 这个脸不管是谁也好 我就是我哥哥也好 我也好 但是我得给我爸这个脸圆上 对不对 不能让他们 就不能说到死了 那天天说 应该除了我爸鸡蛋骨说 老老头你爸这是什么事啊 当初见钱怎么怎么地的 你知道死了 活了既然说名声都挺好的死了 也别让他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走法了 好样的 好样的 父债子环啊 质地有声地烘托出了 这小果子的一份责任和品格 这就是彩礼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谈了这么多年彩礼 这就是彩礼 对吧 我有好多人都说 哎呀 燕子姐王哥 你们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不懂不懂这个世俗 那农村都是这说的 娶媳妇就得要彩礼 那我尽管我们俩站在台上说 你们俩战士话不腰疼 说不能要彩礼 但是有的时候事实就是这样啊 娶媳妇了 彩礼是机会 怎么办 谁来还 如果你不还 就你爸爸妈妈还 对吧 对 养俩儿子欠的机会 小两口就不还了 老两口还 现在老两口病了 就是小弟弟还 就这样啊 所以他主动担起了这个家 包括父亲的威望的这份责任 这个儿子你爹没白养 谢谢 有好多东西钱买不来 就好比彩礼再高 买不来婚姻的幸福 其实是一个道理 千万别让彩礼 成为阻碍婚姻和缘分的大善 小伙子 债还清了吗 还清了 好 这句问话也很重要 答得更漂亮 他要是能成了 就是我们家所有人 心里的一块大石 因为前一年 就是他为这个家 付出的太多了 把自己给耽误了 我们家里人 一直感觉对他有一份 有一份亏欠在那边 来 12号 美慧 你在婚前的这些 就是做法 我表示很理解 因为说 为什么说理解呢 因为自身我家就是农村的 然后我父母就是你在农村生活 然后我自己会些手艺 然后有点积蓄 我收了一个学员 然后后期他攒了点钱之后买了辆车 然后后来就是身边朋友就说 你学员都买车了 你咋不买辆车呀 我就寻思了 然后我就看了辆车 我就给定了 定了之后 恰巧那个时候 我妈妈看着一个房子在城里 然后我就给我说了这件事 然后我认真考虑了一下 我选择把这钱把车退了 然后把这钱给我妈交了首付 多少钱 当时二十多万 然后我就想法是 你看我家在农村 因为我开再好的车 我觉得有啥用呢 你自己家不打理 自己家就是那样子呗 我觉得 所以说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其实你看 你家就是兄弟姐妹那个情况 你把钱借给她 我觉得非常对的 你肯定她有困难啊 你兄弟姐妹疾苦 你手里穿的钱有什么用呢 每会是山东姑娘 山东姑娘 你一听她说话 可能带一点山东口音 能听得懂吗 男嘉宾 我能听得懂 我大娘就山东人 我觉得男嘉宾 是个非常心理善良人 我觉得善良人一定会有好结果 一定会娶到好媳妇 来看第二个总体 彩礼方面呢 我会尽我的能力给你 你要是要的太多的话 我也拿不出来 毕竟我也刚缓过来 我不想过回 以前借钱过日的生活 我觉得 还是过一些苦日的比较好 因为 有苦才有甜嘛 我们家的条件呢 说的不像那么好 父母呢 说的在我这儿呢 在今年才在我这儿呢 也不用他管 所以结婚呢 如果要是说的真正能成了的时候呢 结婚以后呢 能 摊个养老费就行 我弟弟呢 说这除外的打工呢 能挣钱 就是扣啊 就是想说挣点钱 说买点啥吃的啦 喝的啦 那啥会没有过 如果 如果真是 要是能在全城的恋 如果能找到一个 女朋友的话 我希望她能花钱 我真的不希望 她能不花钱 真的 让我弟弟也学会花点钱吧 要不然她也真不会花钱呢 她真把这钱看得太主要了 我就想找一个 跟我过苦日的 顺便问一下 如果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女嘉宾会怎么了 我想知道你那么多年 还击货的那么多年 每月花多少钱 一百二百万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吗 对啊 就是 做过的 自己最享受 最奢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睡觉 那你有给买 自己买过最贵的 什么东西的吗 没有 那当你把所有的债务 全还清的那一刻 有自己庆祝一下吗 没有 我处一半活了 我跟我家 我就一起上班 我们夏天都是 喝个饮料啊 什么的 她从来头都不喝 从来就是 最多最多 找不着水龙头的时候 可以买份矿泉水 我真是想到了 你出场时候 那爱情宣言了 是啥来的 就那两句话 拼命挣钱 媳妇关钱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露钱的耙子 是 你好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一夜暴富 买彩票中奖了 突然间有一夜有钱了 你还这么过吗 我还是这么过 那人活这一辈子 挣钱不就为了享受的吗 就你不想出去捋个油 玩这之后 那个上哪地儿玩一玩 就是吃点好的 穿点好的 就没有那想法了 买个车 没有啊 现在我这干活出去 也是旅游啊 对不对 东走西点的 我关键概念不一样啊 行啊 既然都是出去嘛 旅游啊 还是干活的 那都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的女朋友 就是突然间跟你说 你说老公我不行 我就今天 我必须去趟喜马太 或者我去趟撒亚 那你怎么办 去呗 我就得没人没言 就是超过五块钱 就要命了 就你媳妇自己去 我去 我怎么说呢 你知道吧 因为 我觉得 我过关那种苦日子 你再让我去那么享受 我会那个 伸出去那个手 看你这几个短片 我真的给你点个赞 就是一般的 像你这一年纪的小伙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咱俩属于同龄人嘛 就像你这样的 基本上都跑路了 还搁那那玩意儿 还帮价还钱 真的这一点我特别配合 来 几号肯定铃 我感觉他挺好的 挺踏实的 挺朴素的 因为说都已经加上条件 都好一点了 然后还属实是靠谱 然后我感觉他勿忘出息 直到我没学习 而且最后一个短片 我想说啊 那个是你姐呀 说那个 那个是我二姐 说什么以后贪付养费对吧 对 我感觉说你为这个价 付出已经太多了 然后 我怎么感觉现在不是亲情 是你这么多年为家付出 付出了的友情呢 可以 就是说拿付养费是可以 但是说那么直白了 就是亲情太僵硬了 我感觉啊 对不起 没事 因为怎么说呢 你知道吧 不要去跟父母去计较那么多 因为 毕竟生你一回 养你一回 你跟他们计较那么多的话 你感觉你太那个 有点太不适人了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计较那么多 既然我那么多钱 我都花上去了 我还差那么两个钱吗 对不对 在父母身上的话 你说在我身上呢 无所谓 就是扣点啊 少花点啊 都无所谓 在父母那方面的话 尽量的话 就是说能多有的话 还是多拿一些 因为毕竟他们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的 也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就把亲情啊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得那么太淡黑的话 好 就今天这小伙 个儿不高 身体也挺单薄的 但是让人感觉 是个顶天立地的真爷们儿啊 话声音也不大 但是真的质地有声啊 我刚才扪心自问 我十七八岁 我出去打工替家里还债 我到三十岁还二十多万 这个饥荒的时候 我会不会有怨言 我会不会觉得老天对我不公 我会不会觉得我这么多年白活了 我没有为自己活过 我一定会 但是他们没有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在激励我们 是在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孝顺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担当 什么是一个儿子该做的 将来 什么是一个男人 一个丈夫 该为家做 要跟天气争给你 谢谢大家 by bwd6